我们这一讲主要就是讲解一下 关于存储过程的另外两种参数类型 这两种参数类型呢 一种是out参数 另外一种是inout 那么这两种参数的话 它实际上是和我们之前的 所讲的关于in参数的类型是不一样的 这种参数的话 它实际上是可以保留我们在存储过程 改变这一个变量的这个值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传出参数 也就输出参数 我们同样的进入到我们的一个 DOS的一个命令下面来 那么我们这里面 我们在创建存储过程的时候 我们同样会选择一个数据库 在创建存储过程之前 我们先把我们的分格符给替换一下 这个分格符我们还是采用 以前我们的两个Dollar符 表示一个分格符 然后这里面我们就创建一个存储过程 在创建这个存储过程的时候 我们给它一个命名 这个叫testout这样的一个 存储过程名字 那么我们在创建这个存储过程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给它指定一个参数类型 这一个参数类型的话 它实际上是一个out类型 然后写上这个out之后 我们给它一个变量 就是我们的一个参数 pout 这里面或者我们叫vout 然后它是一个in的类型 我们给它指定 它是一个in的类型 我们首先可以把这个参数先给它输出出来 把它的一个值先给它输出出来 输出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这里面只是为了演示 我们这一个传建这个参数值 它的一个值是多少 让我们改变一下 改变它的一个变量的一个值 我们set等一 比如这里面等一十五 改变之后 我们再把它的一个参数值 再给它输出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形成一个对比 接着我们就是 我们这一个存储过程 就创建完毕end 然后结束符号 $分号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存储过程创建好了 创建好之后 我们再把我们的分割符 给它改成一个我们原有的这样的一个分号 那我们现在给它一个自己用户所定的这个变量 我们用户的变量的话 它一般来讲都是以at符号开头的 比如说我这里面我给它一个变量 那么set out int 然后给它等一 为了区别以这个一十五的话 我可以给它等于一十 这里面 就是我们自己用户定义的这样的一个变量 那我们现在调这个存储过程 我们把这个存储过程调一次 把这个参数 也就是把这个参数值给它负值 这个负值的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刚才定义的这样的一个用户变量 传给这个存储过程 传给存储过程之后 我们会看到之前的这个vout int 它是等于一个空值的 等于这个空值之后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给它负了一个值 等于一十五 所以这个输出参数它有一个特点 输出参数 那么即便你最开始给了这一个参数一个值 那么在我们调用的时候 这里面在输出这个参数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值是一个空值 它不认可你这个值 只有你看在这里面 我们重新给它负值之后 那么它才会认为一十五 我们看得清楚 那么我们可以看 我们刚才所定的这个参数 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十五了 现在变成一十五了 也就是我们这个存储过程 实际上已经改变了 我们这一个参数的这样的一个值 那么它的一个图解 我们画一下 它的一个图解 首先我们这里面 我们自己定义了一个用户的一个变量 用户定义了一个变量值 那么这里面这个用户定义了这个变量值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定的这个变量值 它是这个变量值 at v out int 即使你把这个变量值给它复制之后 那么对于我们存储过程来讲的话 它实际上是不关心你之前 锁定的这个变量值 到底是多少 它会传进来 它传给我们的存储过程 所以说这里面它就有一个过程 它就被这个存储过程调用 存储过程调用 存储过程调用这个变量值 这里面这个调用的话 它实际上是不认可 不认可之前所负的值 比如我们之前给它负值为112 那么在这个存储过程调用的时候 它不会认为你这个voutint1112 它会认为是一个空值 这里面我们可以从这句话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面我们虽然说我们定义了一个变量 但是呢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清楚 这个变量虽然我们在之前已经给定义了 我们现在输出出来 输出来的时候 这里面就已经给我们显示是一个空值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给这个变量负值之后 那么它的一个值才会输出出来 就是我们这个用户定了这个变量的话 它被存储过程调用 但是在调用的时候呢 它不认可你之前所负的这个值 好 然后我们这一个存储过程 它会改变 我们接下来有一个过程是 存储过程改变这个值 改变了变量的值 它把我们这一个变量的这个值 它改变了 改变之后 那么它就一直就是这一个 这个变量就一直保留这一个改变的这个值 变成 就已经发生修改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传出参数 它的一个图解 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对这个输出参数 我们做一个实际的一个应用 这个实际的应用的话 我们就是来获取我们这一个companies 里面某一张表 它的一个数据总数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一个companies里面 我们随便找一张表来做一个测试 我们就找这张表 我们就找amplice这张表 那我们就针对这张表 我们做一个传出参数 也就是输出参数 来获取这张表它的一个数据总数 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到 同样的我们去创建的出租过程 我们这里面就是getload get count 然后我们这里面就做一个输出参数 这个输出参数的话 就是给它一个叫veload 然后它是一个in的类型 然后begin 然后这个输出参数的话 我们就给它一个负值 select count 新 看的新是用于获取我们的一个数据总数的 select into 我们给它负值给我们的一个这个变量 veload lo 然后froon我们从我们这张表里面去取数据 然后是end 然后是dollar结束 然后在这个存出过程创建好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给这个 我们现在定义一个用户自己定义的一个变量 比如之前给它一个0 我们这里面我们先把这个分割符给它换过来 换过之后我们再给它这个用户变量 给它一个值 比如说是lo lo 等于0 然后再调一下这个存出过程 get count 然后最终输出这个变量它的一个值 就是我们用户自己定义的这变量 现在它的一个值是0 这个0是因为我们这里面这条数据它实际上的一个数据是一个0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去查询一下这个数据它本身就是0的 这里面这个数据它就是好 这里面我们的一个数参数主要就是用于我们的一个存出过程里面 想往我们变量里面传一个值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数参数 好 最后一个来叫输出参数 这个输出参数呢 它是间距我们数参数和数参数这样的一个功能 这个值呢 它可以在掉的时候指定 那我们就可以把之前的我们给它改一下 这个呢实际上是也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可以重新再创建一个存出过程 应该变成到了 然后这个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这个是Vtest 是啊 然后它的一个是叫输入输出参数 输出输出参数 这个输出参数呢 它实际上是兼具我们输入参数和输入参数的这两个功能 我们给它一个叫 Vi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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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也是一个in的类型 我们可以考虑给它 之前给它输出它这个值 然后我们再给这个sit 然后再给这个sit一下 Vinout 等于 我们给它等于110 然后再给它输出出来 slagVinout end 然后就结束 然后再把我们的一个分个符换过来 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首先给一个用户变量 这个用户变量呢 都是以ID开头的 我们给它一个值 inout等于 比如之前给它等于15 getting15 然后再调下存储过程 Vinout 这样的话 我们会看到 这个值 它就不会像我们刚才这个out这样来的话 它的一个值是会变成15 然后经过我们的存储过程 它的一个值的一个改变 那么它的一个结果会变成10了 变成10之后 我们再输出我们这个变量 select add 我们inout 现在它又变成10了 还是10 所以这个存储过程 就是这个输出参数啊 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是综合了我们上面两种情况之后 然后 做的一个改变 它实际上就是 我们把这一块图给它复制一下 这个是用户 这是一个输入输出参数 这个输出参数的话 它是用户定了这个变量值 比如说用户定了这个是inout 比如我们用户定了这样的一个变量值 存储过程 调用这个变量值 调用这个变量值的话 它是认可之前所付的这个值 我们把不认可改成认可 然后存储过程改变了这个变量这个值 变量的这个值发生修改了 已经发生修改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输入输出参数 总结一下我们在讲所讲的内容 我们在讲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 重点就是一个输出参数和输入输出参数 一般来讲输出参数的话 它主要就是用于获取 我们在存储过程里面 所想往外面传一个参数值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用的是一个输出参数 输入输出参数的话 它通常情况下是 我们之前这个变量值 我们给它复了值 复值之后 那么在存储过程里面 它也会使用 存储过程使用之后 可能会改变它的一个值 这个值改变之后 那么它也会传出出来 所以我们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会通过输入输出参数去获取 这就是我们在讲的一个内容